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全球趋势新闻 帮你挖掘好新闻 我是Bonnie 新冠疫情除了直接改变了全世界所有人的生活 还冲击了非洲狮子三共和国里面年轻少女们的命运 狮子三许多家庭的经济本来就很不好 加上疫情的影响 很多商家的生意都没了 所以有一些父母干脆要自己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儿 不要上学 结婚还可以收到礼金 而这样的状况最近越来越严重了 这里是狮子山共和国的首都自由城 但是这里有一些年轻的少女生活好像不是怎么自由 因为家里没钱可以送她们去念书 所以她们决定投入婚姻 所以我们不想要去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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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要去婚姻 因为他们就问我 如果他们就问我 要去婚姻 因为我们不想要去婚姻 不想要去婚姻 季父原本有一家商店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商店根本没有生意 像玛丽求婚的男生 大约二十多岁 男生的家庭可以提供 玛丽的四名妹妹 足够的米饭和干净的水源 根据联合国统计 粗估全世界会有1300万名女孩 因为新冠的疫情逼迫之下 在18岁之前结婚 很多家庭因为经济的原因 必须得要这么做 但是1300万这个数字 很可能是被低估 因为大部分的家庭 都是秘密进行这样的婚礼 因此很难获得正确的统计数字 他们并不看这些孩子的伤害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 我可以做到我的孩子的 保证我可以做到一些东西 保证她保证 在这里的自由城 未满18岁的结婚率 从2006年的56% 下降到17年的39% 站在儿童保护的角度来看 这算是连年的进步 不过疫情发生之后 许多学校被迫关闭 这里的同婚比率又再度上升 年纪轻轻的生命 被迫提早接受现实世界的无奈 日前一名矿工在加拿大的育空地区 挖掘到了一具非常完整的狼宝宝木乃衣 根据了解它来自57,000年前的冰河时期 年纪才七周大而已 因为它的身体各个部位 都被完整地保存在涌动层里面 因此连肌肉组织都清晰可见 这是Jer 我们的妻子猪猪猪 从Plystocene Jer was discovered in July 2016 after melting out of the permafrost at a gold mine near Dawson City in Canada's Yukon Territory 在加拿大育空地区的矿场 曾经发现过猛马象 西伯利亚野牛等早已灭绝的动物 如今发现一只 来自57,000年前的狼宝宝泽尔 它是有史以来被发现 最完整的狼木乃衣 我试试了Jer's morphology 既然她有所有她的肌肉 我们必须能够看到她的肌肉 通过X-rays 在这X-ray的Jer 你会看到这小白的处理 在她的肩膀 这是一种变化的肌肉 在她的肌肉 在生命猪猪猪猪 它形成为6至8天的年龄 专家推断 则尔可能因为洞穴突然倒塌 被迅速掩埋而死亡 尸体得以保存下来 根据研究 这只狼宝宝是俄罗斯 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等地的 古代狼后代 是现代狼的祖先 从毛发和牙齿分析化学物质 更发现小狼跟他的妈妈 吃的都是水产 而不是陆地生物 我们也有所测试的是 温暖地保存在内核酸 很好地减化的质量 和氯氧层的搭配 从选择皮脐 我们使用这些资料 来评论在牙齿的肌肉 我们 PWM亨温过这些资料 到现代的现代世界 其中选择出了大汽式的物体 以及鲨鱼 我认为我们非常期待 看到 游动层发现的动物在北美很罕见 现在虽然可以透过泽尔来重建它在远古的生活 提供更多科学资讯 不过随着气候变迁 游动层融化越来越多木乃伊出土 代表地球正在迅速变暖 也是对人类的景色 波斯尼亚西北部靠近科学边境的利帕难民营 在23号发生了一场大火 浓浓黑烟从营地的帐篷升起 影片拍到了民众惊慌失措的逃离大火 而当地的官员指出 这是过去曾经住在这里的难民 故意纵火把帐篷烧起来 目前还没有伤亡的报告 不过警方已经开始进行调查 波斯尼亚已经成为希望抵达欧盟的难民们 暂时的移民地 力怕难民营总共收容上千位难民 但是由于缺乏资源 并且长期暴露在巨大的生存风险当中 这里的难民说 甚至连动物的防射条件都比这里还要好 人道救援组织也曾经强烈的批评 这里的难民营条件是不适合的 呼吁要拆除这里的帐篷区 来寻找更好的安置地区 如今一场大火让原本就已经遇到瓶颈的人们 面临无处可去的严寒冬季 在美国总统川普到职之前 行径似乎是越来越非比寻常 22号他才宣布要特赦20个人 23号又公布新一波的名单 而这一次特赦的对象包括他的女婿 父亲查尔斯还有竞选团队的主席 总共26个人 这两天加起来就赦免了46个人 让某一些民众质疑他是不是公器私用呢 用总统的权利来奖励自己的支持者 另外准总统拜登也出现了争议 22号的时候 当一名记者针对儿子杭特的丑闻提问的时候 拜登公然对这位记者开呛 记者问到拜登儿子杭特的丑闻时 拜登忍不住对记者开呛 接着快步离开 其实已经确认当选美国总统 家族丑闻还是纠缠着拜登不放 But Joe actually at some point is going to need to show that he takes charges of nepotism and feathering one's bed seriously because it's not going to be about Hunter for very long It's about getting Hunter in a position to reap a massive golden parachute for her debt for his dad and that's the point of the nepotism it was Hunter had to get into a position where he could get the money 杭特跟拜登的弟弟詹姆氏才剛因為稅務問題被調查 17日又有更多證據流出 爆出2017年6月17日 杭特曾用拜登全家的名義 要中國能源企業家葉簡明會給他1000萬美金 將近2億8145萬台幣來投資 更有證據顯示 杭特到現在仍在中國有投資 在10月杭特醜聞爆出後 總統川普就一直呼籲司法部派特別檢察官調查杭特 在烏克蘭與中國的非法行徑 川普政府的司法部長巴爾不打算調查杭特 23日就已經卸任由副部長羅森代理 與此同時川普又頒布新一波特赦 兩天內特赦了46人包含英偉會選 詐欺等罪名在獄中的前競選團隊主席與顧問 還有他女婿的父親 外界猜測到明年1月20號總統交接前 川普也許還會再利用總統職權幫親信跟家人 甚至是自己逃過牢獄之災 在海洋裡有一種俗稱可燃冰的甲烷水和物 新加坡的科學家就開發出一種 將天然氣轉化為固體的新方法 可以更安全又更輕鬆地儲存和運輸天然氣 而且過程中只需要15分鐘 天然氣甲烷是一種化石燃料目前還是主要的能源 它有著溫度高而且燃燒殘留污染物比較少的優點 不過它不容易儲存或者是運輸 通常都是以低溫高壓把它液化的形式以便於運送 但是這個過程要耗費很多的資源 研究團隊就將原本要花數百萬年的時間才會形成的可燃冰 透過科學方法將更多的甲烷氣體 補集為固體水和物 這種人工可燃冰體積比甲烷縮小了90倍 沒有爆炸性而且非常穩定 現在他們的目標是每天轉換大概100公斤的甲烷 未來可以運用成為工業化的規模 歷史上的今天要帶您回到1865年的12月24號 美國Tennessee 這一天奉行白人至上主義的團體3K黨成立以暴力還有集刑 來壓迫有色人種天主教徒還有猶太人 最早的3K黨是6名住在Tennessee的老兵組成的 他們因為南北戰爭之後 戰勝的北方廢除奴隸制度 提倡種族平等決定成立3K黨 3K黨成立不久之後就有成員開始騷擾黑人社區 不只破壞教會 還會半夜私闖住宅偷竊 1910年代時好萊塢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 把3K黨塑造成維持白人社會和平的英雄 讓3K黨得到了許多中下階級白人的支持 聲勢達到頂峰 而壓迫有色人種的行徑也越來越猖狂 直到60年代隨著民權運動的興起 加上FBI大規模的滲透和摧毀 3K黨的勢力才逐漸的示威 感謝您今天的加入 以上是我們為您整理出來的國際新聞 喜歡我們的朋友記得要訂閱我們 同時要開啟訂閱小鈴鐺 讓我們繼續幫你挖掘好新聞 我們下次見 掰掰